大家好 又到了修理人Java系列课程时间 下面是我们这个Java课程的第29讲 然后这个循环隐居的作业讲解时间 然后现在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第三题 对 这个第三题是我们看一下题 打印一个99乘法表 是吧 这个乘法表是我们从几年级开始 从学二年级玩这边是吧 当时我记得是二年级 现在应该是一年级开始的 有这个99乘法表必须要背的 好 这样一个表呢 我们如果是用这个加一句 把它从空台上输出出来 我们如何去输出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Homework第三个作业 是吧 Homework三 还得把它打开 好 这儿呢 我是提前呢 把这个99乘法表啊 给大家先这里先列出来 先列了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99乘法表吧 然后我们来决定如何去打印它 是吧 我们看我们这个9乘法表打印出来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形状 小白 直角三角形 就是一个直角三形是吧 对对吧 一个只有直角三角形 然后呢 有行有列是吧 对 那么一共是几行 九行 九行 对吧 一共九行 最大的列数应该是九列 是吧 应该是九列 如果我们把这个看作是一个矩形的话 是不是九行九列 对吧 九行九列 那么我们在控制这个输出的时候 控制输出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循环来控制这个 行数是吧 对 然后再有一个来控制这个 每行有多少列 是吧 列数 这样去分析是吧 去打印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外层循环 用来控制它的这个行数的话 那我们应该最大是几行 九 九行对吧 九行 OK 那我们在这呢 我们先定义几个变量 比如说I呢 用来控制这个行的一个变量 好吧 好 行的变量 那我们就是等于几啊 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对吧 从一开始 这个是用来控制这个行数的 每当前行是吧 控制当天行 OK 那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变量用来控制谁呢 是不是 这个列数啊 对对吧 控制列数的啊 我们呢 先给它 复一个值 你可以可以先不复制 不复制就是默认值 对吧 嗯 默认值 然后最后呢 我们是应该有一个 这个每个这个程度有这个最后有结果啊 对对对对 对吧 这个结果呢 我们也可以用来计算一下 是吧 啊 定一个变量 叫 随造 对吧 对 等于零啊 你不复制默认就是零嘛 对对吧 就这个意思 印的默认是零 哎 印的默认是零 好 呃 那我们定的三个变量 那我现在呢 呃 前面我们一直用负尔循环来打印的 对吧 对对对 现在我们用一下这个啊 呃 外偶循环 外哦 哎 OK 打印象一样的实际上效果 对吧 好 那我们第一层循环来控制这个啊 呃 航数是吗 对控制这个啊 这个这个啊 就乘华表的航数 那就应该是 I 小于等于几啊 九九 对吧 I小于等于九 哎 那就是我们在控制这个航数了 这个是这个外偶循环啊 这是控制这个航数 航数 用来控制航数 那么在每一行里边 每一行里边是从几开始啊 从一开始 一开始是吗 所以呢 我在这儿呢 我需要给这个这样怎么样 等于一 负值为一 对对吧 每次呢 重新给它负值为一 这里面我们就不在这里声明了 因为前面已经声明过了 对吧 这里等一就行了 然后我这里每一次这个循环 里边的循环就是循环 呃 当前行 比如 第一行 I等于一的话 就第一行的 这个第一列 第一列是吗 第一行的第一列 那第一行有多少列呢 就一列 有一列 那应该是 这应该是多少 这应该小于等于多少 I I 对吧 哎 这应该小于等于I 因为这个 J等一让I这个时候也等一是吧 对 那是不是刚好是第一个 嗯 刚好是第一个 OK 好 我这个内存循环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用来控制 控制 每行的什么列列数 是吧 每行的列数 OK 那这样控制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是把结果求出来是吧 对 结果就是我们的伪造的等于多少 I 乘以 I 乘以 勾 是吧 I乘勾 就是我们的结果 然后最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个 结构输出来 把这个啊 乘法1乘1等于1等于输出来是吧 对 输出来那就是 多少 I加上 嗯 从什么时候 从哪开始说 从1 1开始说 就第一个是J是吧 勾是吧 勾先打嘛 勾先打 勾 加上多少 乘 乘 乘呢我们这里已经用一个小 呃 x来表示吧 对对对 好吧 x来表示 勾乘语多少 i 加上 i 对吧 加上i 再加上 等号 等号 是吧 等于结果是多少 就是 result 对吧 等于result ok 然后呢最后我们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-t 自表符 因为这里面中间有个空格是吧 对对对 空格我们就用自表符的方式来表示了 你看这个对齐方式啊 我们用自表符 好吧 对对对 好这样就把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输出了 是吧 输出了 这里面换行就不要换行了是吧 对 不要换行了 因为它是后面的话是连在一起输出的 是吧 你输出的 ok 那这里面完了以后 完了以后 这个应该是 这应该怎么样 叫自家 自家 是吧 这加加 然后出来以后呢 i是不是要加加 对 这里是i加加 对吧 对出来 出来还要换行 还要换行 是吧 出来以后还要换一下行 那就打印一个换行符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打印一个换行符 ok 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我们运行一下 看看结果啊 ok ctrl1编译一下 ok 再ctrl2 直行 哎 是不是我们就呈出来了 哎 这个x好像有点怪异是吧 嗯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x嘛 对啊 哎 我们可以用什么 星号 小写的小 哦 是吧 我们用小写去 好 嗯 这样好看一个 嗯 这样稍微好一点是吧 稍微好一点 或者说呢你加前后加一个什么 空格 空格是吧 嗯 哎呦 前后再空格就乱了是吧 屏幕太小 屏幕太小了 那我们就 这样吧 ok 我用星号来表示都可以啊 好吧 嗯好 ok 我们就 这就是我们的99乘法表 就这样输出出来 哦 有问题吗 看 没问题 没问题啊 ok 好我们这个99乘法表呢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威哥在你楼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